我接下来要请教一下蔡委员 因为呢包括了经济学教授 查理德沃纳他有讲到说 既然呢美联储成立的初衷之一 就是要给银行提供个 紧急的流动的资金 但是我们看到 这次在矽谷银行破产之前 似乎呢他也没有出手来相救 所以呢导致现在一些小规模的银行 刚刚提到说有100多家的银行 可能接下来也会面临一些 更大的一个风险 你怎么看 我觉得说这个都是马后炮 事后注的 什么叫1.1没有 美国联邦准备银行 是有个贴线窗口 如果说你银行 临时缺流动资金的时候 你有哪一些资产可以来抵押 跟联邦准备银行 重贴线 对重贴线掉资金 可是合格的票据里面 不是矽谷银行买的那些东西 你为什么去买那些不合格的东西 所以那些新兴的东西算是不合格的 本来就是不合格的嘛 所以他们这些小银行 抵押债券 那我再把那个刚才主要讲的东西 再更细讲一下 2008年09年那一波 美国的惨痛经验 所以美国的建就建立起了叫三级的监理机制 只要当时的规定是说 如果是资产1000亿美金以上的银行 就纳入所谓的一级监理机制 然后这个全国性的银行 但是没有达到的 全国性就是美国联邦政府批准的银行 那就是纳入这个二级监理机制 那这个等到一些州法设立的小银行 那就是州政府自己处理 美国的全国银行就有4500家 好那有趣的在这里 照到你1000亿资产以上的 细股银行2000亿啊 就应该列入一级监理机制里面啊 你知道吗 有一堆美国的国会议员 就要求说 哎呀1000亿元制规标准太低了 就应是把它在后来修法的时候 我印象中修法是2015年 就把它从1000亿拉高到2500亿 所以细股银行刚好2200亿 属于二级监理 就是2015年美国国议员搞出来 而且我跟你讲 都是民主党的议员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所以政客财团 政客干预政治 他们都希望不要被监理嘛 就是本来很简单嘛 一级监理 像那几个大银行都被管得死死的嘛 你不可以买加密货币 你不可以怎么样 你不可以怎么样 对啊 所以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出现在这个二级监理这些人嘛 什么180几家 或者190家 200家的这种有可能 就是他们的监理 就是在 在那个高度松懈的条件底下 但如果你完全根据巴塞尔协定 也没有问题 问题是什么地方 问题是你银行乱搞嘛 你明明知道说你的存款都短期存款 它几乎没有什么长期存款 对 结果都去买十年起的这个不动产债券 银行有一种管理跟一般公司财务管理不一样 公司财务管理是管自己的钱 叫corporate finance 可是银行的钱是管别人的钱 叫tradegery finance 这两码只是啊 对 所以到时候发现说 我买的也不够不合格 不可以去联邦准备银行重推线 对 第二个我卖掉赔了一堆钱 我自己损失资金不够 所以左右为难 最后就要倒闭 那他说不应该让银行倒闭 他可能忘了 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两党的共识 就是银行经营不好就要倒闭 这个已经不是专列的这个 联邦准备银行的主席能够做决定了 这几乎就是他们这些国会议员 自己很奇怪的想法 但我要问一下说 接下来下礼拜可能费的还要再升息一码 这个接下来的影响会是什么 不会短期内不会升息 一定会走看看又看看 这个等到等到绿灯亮了 有没有车子过来才敢过马路 短期内 不会而且下一次再升息幅度也会很小 他一定看出那整个银行 压力测试一下 现在所有的美国一级监理银行 全部都在做压力测试 但是银行股票会跌 这是没办法的事 所以那个什么 沙当时东说他买了很多股票 也都赔掉一半了 那没办法 为什么 资产剩下一半了 通货膨胀利息 然后股票一起跌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这一场的金融风暴 这是美国的矽股银行 跟标记银行的一个危机之后 欧洲的瑞士信贷银行 也陷入到了一个困境中 3月17号华尔街日报报导说 这最新的研究显示 美国现在有多达186家的银行 是有可能存在跟矽股银行一样 类似的风险的 包含的日本专家也提出的警讯 认为 美欧紧缩货币政策 给全球的金融体系里头埋下了巨大的隐忧 市场恐慌的情绪还是在蔓延 日本也是无法置身事外 另外金融时报报导说 瑞银研究要收购瑞信 最晚是在19号会敲定协议 我接下来要请教一下左振东教授 因为我们看到瑞信 所引起的瑞银的风暴之后 瑞信的旗下控公司 有60亿的自救优先债 还有额外的一级资本的债券 目前是跌到了 反映这个公司 已经陷入了困境的价位了 所以呢也提醒了市场 这个瑞士央行也抛出了一个 救生的这个可能性 那我们看到说 其实整个的美国 不只是我们刚刚看到 除了就是这个矽骨银行 还有标志银行之外 那包含欧洲的瑞士信贷银行 也是心目这样一个困境当中 看起来好像是一连串的 尤其是华尔基日报说 还有这186家美国 可能还有这样存在 跟矽骨银行类似的风险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 美国的一个银行界的 一个很大的风暴 还在持续 我想这次的危机 其实主要是两个部分了 一个就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因为利率上升 利率上升之后 原本的这个借贷成本就升高 所以原来通过借贷 而吹出来这个金融泡泡 当然很快就会面临到破灭的风险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这个银行会面临风险 当然这些银行 其实就好像 我们看这个三国演义里头 火烧连环船 这些银行其实是连环船 因为他们相互借贷 然后有很多又在发行 所谓的这种衍生性金融商品 把他们都绑在一起 那么这种情况下 当一家银行出现问题 另外一家银行就会出现问题 那像这些所谓这个186家银行 很多都是小银行 中小型银行 它主要是地方性的这种借贷 地方性的这种存款 那这些地方性存款 其实他们在收这个存款的时候 利率是比较高 那当然他们借贷给的 借贷的借贷方呢 其实也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 这些借贷方 那因为他们是属于小银行 所以原 因为大家知道 在关于这个金融的管理里头 有所谓的这个巴塞尔协定 巴塞尔协定 从这个1988年第一次 到2006年第二次 到2010年第三次 连续三次巴塞尔协定 都围绕在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说 你的这个资产 跟你的借贷的这个比例 就是说你一定 最初1988年的时候 是8%了 就是说你一定要留下 一定比例的这种 所谓的固定资产 或者说现金流 来预备 来预备你的这个借贷的偿付 好 那么 但到了2010年 因为第三 就是这个前一次 巨大的这个金融风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所发现的问题就是说 所谓的太大而不能倒 因为很多大的银行 它本身就借贷了很多 然后它的玩的杠杆很大 所以后来 那个时候新的规定 就是叫做总体审慎监理 它就是规定说 你这些大的银行要额外的 有一些多的这些现金准备 来面对你可能会 就是说来面对你可能会 出现的风险 特别是你在景气的时候 你的借贷 你的那个资本准备要更高 因为你在景气 荣景的时候 你会带出去更多 你会有更多的投机行为 好 但是那都是针对大的银行 对 所以这些小的银行 没有在那个2010年的 那一波的管制里头 去管制到 去加强监管这一批小的银行 所以这是为什么 这一次这些小的银行 容易出事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本来就在 上一波这种改革监管的措施里头 它是肉网之鱼 是肉网之鱼 对 所以那接下来 对于这个监管单位 应该要有一些 就是说对这些小的银行 应该要有一些新的作用 所以现在美国 就是在辩论这个问题 就是说是不是要把那些 对于大银行的监管措施 适用在这些小银行 对 但是很多人就认为说 这些小银行 它本来就没有那么多资本 对 你如果要求它 那其结果会什么 不单单是让这些小银行 没有办法生存 而且会影响到 靠这些小银行借贷 来购物 来进行企业经营的 这些地方型的中小企业 跟地方的这些 就是一些个人 就是个人户 所以这个我认为 现在美国正在辩论这个问题 但它的一个核心 我刚刚讲 它的渊源是 就是说它上一波的监管 的措施里头 其实没有处理到这一块 但还有一个 我们比较没有去处理的问题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一次这些银行的出问题 最近的一个是 所谓的矽谷银行 那矽谷银行之前 还有另外一家银行 那那个银行 主要是借贷给什么呢 就是应该就是标志银行 他借贷给那个 叫做就是那个加密货币 那你借贷给这些 所谓的新创 一些新创的活动 结果发现到 几年下来 这个新创好像也像是 一个虚拟的泡沫 泡沫一样 最后它没有办法 创造一个稳定的现金流 所以当大家 去认识到这件事情 特别是当它借贷成本升高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指引 所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美国去发现到说 在美国整个经济体里头 有10%的这个经济 是来自于所谓的高科技业 那如果你把它相关的产业 都拉进来 5分之1 20% 所以那当你发现到说 这些20%里头 有一定的比例 它是所谓的虚拟的泡沫 就是它在虚拟世界里头 看起来很大 但实际上它没有创造 真正的所谓的产业活动也好 或真正的经济贡献 它很多的荣景都是纸上荣景 那么当你那个借贷环境改变的时候 它一下子戳破了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 结构性的问题 那当然现在从今年以来到现在 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会即将进入衰退 那当然如果美国进入衰退 整个世界就会进入新一轮的衰退的风险 会有非常大的衰退的风险 但是唯一一个乐观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美国现在就业率还是不错的 就跟过去像金融海啸 就2008年金融海啸 相对来讲就比较是 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是美国的就业情况 失业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因为从那个房利美房地美 那些房地产出现问题之后 很多产业都很多的这个就业情况都开始恶化 那这一次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可是呢它已经有一些初步的征兆 就是科技产业有一些裁员 现在看到几个科技产业都陆续在裁员 所以未来这一波裁员会不会扩大到其他行业去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 就是失业率 美国的失业率如果开始反转恶化 那这个衰退恐怕就这么会来 就会是一个更大的连锁的反应 海黄鲍鱼干杯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就输入我的优惠代码ZTI714 享有折扣哦